首先有请篮防选手仍然是强势率先晋级的小胖 为您欢迎 中文决2016年65军一世界冠军赛决赛 首先出场的是率先晋级的魏宁辉 魏宁辉连续两场KO强势晋级 期待魏宁辉今天决赛的上加表现 洪峰选手是一路波折 非常的跌跌撞撞 闯进了决赛 也是欧洲的名将 法国的冠军 来自洪峰 在红峰 从法国的冠军 阿部达拉 艾斯比利 好了 现在是打入决赛的阿部达拉赫 来自法国年龄二十九岁战绩 四三胜十负一瓶 其中十场KO胜 风轮决战绩一战一胜 好 我们来看一下65公斤级世界冠军赛决赛的资料对比 魏宁慧年龄二十一岁 阿卜多拉赫年龄二十九岁 魏宁慧三十四胜十负十二次KO对手 阿卜多拉赫四十三胜十负一瓶十五次KO对手 本场比赛的篮防选手来自明泰泰拳 也是在战力格斗场上的强功力气 催泪专家恐怖小炮魏宁慧 红帮选手仍然是这位顽强的比赛 不管接受多少打击 全力以赴的法国冠军 阿卜多拉 And in the red corner introducing six times Francic boxing champion 阿卜多拉赫尔斯比利 有请尝尝赛胖 毛景宇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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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he column by the KQ POG in three long three minutes No hit but no arrow No clinch No clinch And no take it down Listen to me OK Chang Khan Good luck Back on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世界顶级格斗大赛 昆仑爵51福州站的比赛现场 我是昆仑爵 我是何鹏 现在来到了我们昆仑爵2016年65公斤级世界冠军赛的决赛 由中国的魏宁辉 恐怖小炮 对阵阿卜多拉赫 这是今晚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因为这场比赛将诞生昆仑爵201665公斤的世界冠军 谁能夺得金药袋呢 也是昆仑爵首条65公斤级的冠军金药袋 无论是对于双方任意艺人来说 这今天晚上都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目前为止最辉煌的时刻 也是一个非比寻传的时刻呀 没错 一晚三战 拿到冠军 好比赛开始 我看到两个人的这种肌肉类型都非常的棒啊 啊又是低嫂 重少的对方重心都有点歪了 对在半决赛的时候 魏宁辉就用低嫂TKO了 蒙国东现在我看到阿卜多拉赫在疼 他在躲啊 对 而且你看阿卜多拉赫从他没有打走那张脸看 很像当年的顶级王者 恶童兼金童的巴达哈里 对啊有明显了 开始单腿了 开始单腿站立了 有效果了 再低嫂裹了一下 对加上拳的 对加上拳把他补助 很难了很难了 有可能直接就腿把进去了 2 2 3 5人加上拳把他补助了 5 如果要那个形势下去的话 他不会再撑过两腿的 他已经摇拳放弃了 恭喜卫宁辉 多的空 坤轮爵首条六十公斤级金腰带 哇三场KO拿着金腰带 一晚三场三场都是KO终结的对手 非常的罕见的 哇 这一刻卫宁辉 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 恭喜卫宁辉 但是这个决赛来得太突然了 有点小不过瘾 啊 真的是两个人刚刚碰面 对 一个基辅加上一个低嫂 不过这也没办法 这就是比赛嘛 这个就是八人赛的残酷性索赛 对 我不管你之前表现怎么样 但是你赢了以后 也可能会在身上吸载下 如果在你之前的比赛 你没有用尽全力去打 或者是没有尽快的结束比赛的时候 就会给你的对手留下机会 没错 再看一下低招 明显扫中大腿 恭喜卫宁辉 本场比赛 经过采判的采定 篮放选手在第一回合47秒 TKO获胜 这个质迎 Humana 大晋 我知道 这是一个好招, 你会无法赦争 但是这是一个好招, 你很帅 We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Good luck And thank you Chino Thank you We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Good luck Good luck 完美多冠 让我们再记住 从此世界战力格斗史上 又收入了一个新的级别的冠军 65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恐怖小胖为您会 好的小胖举起您双手 让我们再次欢呼新的世界冠军 掌声祝福 为您会一路能够走得更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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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